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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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從小就很喜歡美這件事情 加上在加拿大求學那段期間 就是一些外國女孩子 她們都很會自己打扮 那可能受了同學的影響吧 所以就在這方面又培養出一些興趣 在我還沒開始接觸到穩定工作之前 那一段時間確實是 自己會有一點懷疑自己 但是後來還是 那時候確實會有一點快要退卻的心 後來剛好那個時間點就是我父親過世 我覺得少了一個支柱 更激起自己要拼的那種意志力 所以後來我就毛足了鏡到各大雜誌社 去自我推薦 我想這個事情我也不知道哪來的勇氣 但是我就覺得總是要試 也許有那麼一絲絲點的機會 我都願意嘗試 除了化妝技巧要扎實以外 最主要就是你要先了解自己的輪廓 你缺什麼 你的什麼是優點 而不是說人家教怎麼畫 你就是全部一套放在自己身上 這一點是我們現在做彩妝教學 最想要推廣的 因為我們做美的這個行業 對美這個東西我就會很執著 它的這個外型非常的流線 然後很酷 就跟我的個性跟我的打扮都很非常的match 我一天到晚在外面工作 我覺得一支手機就可以幫我做所有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最方便的 通常接到客戶的一些需要回覆的東西 很多時候不是只有文字 還有圖檔 那圖檔這個部分下載的很快 然後打開以後瀏覽的也很方便很快速 我最喜歡的地方就是它的照相功能 讓我所畫出來的妝拍下來就是跟你目測的一模一樣 就一樣的生動一樣的鮮豔 色彩一樣的飽和 我選擇HTC 它讓我的彩妝工作更加得心應手 我最喜歡的 我也是不喜歡的